美司法部违反利益冲突原则 指定太平联盟合作方为郭文贵先生资产托管人 2022年6月15日 郭文贵先生的个人破产案在法院宣布判决结果 在申请人郭先生和原告PAX 及太平联盟PAG旗下子公司 均同意撤回破产请求的前提下 法院却依然否决了撤销动议 将郭先生的资产交给指定托管人 这一判决使太平联盟妄图将该案打回纽约南区法院 并进而对郭先生实行抓捕 加害的阴谋落空 然而 这也意味着郭先生的破产程序将继续执行 与郭先生相关的财产将由法院指定的托管人负责接管 因此 这位托管人对郭先生来说至关重要 7月7日 郭先生发布概文 称美国司法部已经指定一位名叫Luke A.Destins的律师 作为其资产托管人 经查证 他是Paul Hastings公司业务部的合伙人 而Paul Hastings公司就是在2018年担任太平联盟并购案的代理律所 美国司法部在明知太平联盟与郭先生的案件 和Paul Hastings公司与太平联盟合作关系的情况下 指定Paul Hastings公司的合伙人作为郭先生资产的托管人 公然违反利益冲突原则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左右 让我们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